探究与实作 培养一中生 发现问题 探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素养 让竹缘青年成为兼具 国学思辨 沟通领导 全球视野的国际一流精英 感谢自然救好团队 共创 共辈 共好 成为南一中 及全国的教学先行典范 从过去的三年 成立了13位老师 组成了一个探究的团队 那我们在跨科工碑当中 整合出7个主题 以及将这些组合模组化 那在今年108年 我们正式的实施 而且用协同教学的方式 来实施探究实作 那取材的方面 我们有跨科的题材 以及生活的情境的文物 我们团队建有语端 以及蓝图组 让我们可以及时的 在LINE上面讨论问题 然后也分享每个人 带个人特色的教法 那我们现在改成用 探究实作的这样的模式的时候 同学是会去收集他的证据 然后再从证据里面去 进行他的团队 所以我们发现以学生为主导的这样子 一个方向的教学方式的话 学生的所得更多 在每一次的实作探究之后 老师们会以分享活动 让学生们作为 省私的一个教学活动 在分享中 样貌非常多元 有精彩的海报呈现 以及多样的电脑简报的呈现 那在课堂上的写作呢 两位老师可以更加的 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需求 就像是你从一个生活中的题材 融入探究与实作的教学之中 让同学了解 其实科学就存在我们生活之中 探究与实作课程 是以小组为单位 针对不同的问题 由组内的成员互相沟通 意见交流 从整后将结果呈现在大家面前 并由各组派出一位成员上台报告 探究与实作课程 给予我们相当大的空间 去规划属于我们自己的实验方程 以呼应我们自身所提出来的问题 那这两项能力 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相信能使我们在面对 多变社会中更具体的问题 身为家长我看作的实作 是108课纲全面课程 来观课之后 我发现到我们埋中 真的是完整人 看到自然科老师们的热情 共互 身为家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因为学生他们动手实作 自主学习 所以每个孩子都非常的投入 学习的效果 真的正常也好 用看就有点心太实践 自然就好 做好 对吧 有点心太实践 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